我现在是在这个 TJ Damansara Padana 这一边 如果没有错的话,是在 2019 年还是 2020 年这样子的时候 推出来一个很大型的 project 来的 时隔了 4 年了啦,现在是 2024 年嘛 所以它现在这一个 township 是长什么样子叻? 我们就带你来一个 quick tour 啦 在我的这个左手边这一边是他们的 D Cosmos 我记得 D Cosmos 那时候卖的时候 他们是讲它的 third face 来的,第三期来的 但是 surprisingly 的就是交锁时的时间哦 这一座是先交锁时的地方 所以我们先看一看 D Cosmos 长什么样子先啦 现在就来到这个 D Cosmos 的隔壁 这一座是 D Queens 啦 D Queens 它就是这种很典型的 mixed development 哦 它楼下有自己的 retail 然后有一个很 welcoming 的 lobby 这样子 这几个 face 啊 可以讲是整个 PJ Damansara 里面最便宜的啦 那时候卖到很快啦 然后现在交锁时了, handover 了 外观这样的看起来哦 是蛮 impressive 下的其实 因为用这样子的价钱买到这样子的 quality 这样子的 standard 或者是这样子的设计的 condor 啦 其实还蛮值得一下的 而且它的地点也是不差 因为它就是在这个 Damansara 本达的里面 如果不熟 PJ 的人啦 它就是在 如果你有看过网上面有流传着一个 很多 highway 穿的穿起来 Jalan Spaketi 认指的那一个地方 就是在这边罢了 所以它最大的优势就是一出来就有很多 highway 这个 Central Park Damansara 的旁边哦 就是 LDP 了的 目前啦 如果要进来这一个 Central Park Damansara 的话啦 你的 那一个进出路口哦 最主要就是它从 Mutera Damansara 那边下来 就会经过这条路咯 外面这条路 这条小路啦 还有就是如果你从那一个 哪里啊 Empire City 就是对面那一边过来的话咧 那个叫做 Jalan Damansara 那边你就穿过一个潭的就可以进回来这边了的 啊 不懂哦 我不懂我这么风向带 但是好啊 我不会这样流汗嘛 前面那一栋是 Uther D-Queens D-Verwin D-Cosmos D-Erica 是它们的第四个 Face 的 Project 来的 然后我觉得最快最快的就是这一个 Divine 我们走下一点看 应该是有另外一个路口进去 D-Verwin 的 D-Verwin 是它的第二期 然后如果我这样子看 这一个 Divine 呢 它的 Construction 是非常的快 因为 Divine 是 After D-Erica 才 Launch 的 Project 来的 但是它是最快做好的 这边你也会看到一座回教堂咯 By the way 这一个是 有史以来哦 我看到最 Modern 的回教堂来的 因为其实啊 如果你讲路过的话啦 如果我没有讲的话啦 你很难察觉到它是回教堂 所以它有一个不顶 你就看得到哦 原来是回教堂 但是它真的是很 Modern 的啦 来 我们往下一点看 下面这一个路口应该就是 D-Verwin 的路口了啦 啊 这边 我觉得这边应该是有一个很初步的样子啦 这个 Central Park Damansara 长什么样子 这边是已经是开通了的路 我就带你走一下看 现在我们现在去的这一座呢是叫做 D-Verwin 是这个 Central Park Damansara 里面的第二个 Face 来的 所以目前来讲这整个 Central Park Damansara 已经有三座 Condor 已经是交锁食了的 而且开始在有人装修啊 然后迟连去就开始有人住了 这样子呢 我是第一次进来的 所以我也是用我现场看到的感觉 什么感觉来跟你们分享的 然后你会看到里面咯 它还有几座 Under Construction 的 Building 上一边呢 是整个 Central Park Damansara 里面 最里面 最靠近里面的公园的那些 Condor 也是这一支 Video 的最主要会要分享的东西啦 但是 before that 我先过一下带你游览一下 现在初步的 Central Park Damansara 是什么样子 你看这一个 Divine 这个是 LPS 的项目 外表这种看起来哦 你感觉不到它是 这种可负担房屋计划的 Condor 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卖到很快一下 啊 现在是可以初步可以看得到这一座 是 D-Erica 然后中间这一个浅色的那一个叫做 D-Terra 然后在旁边那个最矮那个呢 就叫做 D-Terra 啊 所以这边就是 D-Verving 咯 可能我们这样子看哦 你可能看不到它整个大环境 可能看不到它整个 Master Plan 这样子 等一下我会在 Sales Career 那边跟你讲解 这整个 Master Plan 是长什么样子啦 但是讲回现在 如果是讲现在 还有在卖着的这些 ongoing 的项目 ongoing 的 FACE 啊 是不是 我会有两个理由 为什么 你可以购买这一个项目 如果你已经是知道这一个 Project 或者你有听过身边的人讲这个 Central Park Damansara 啦 他们一定会很吹捧这一个 Central Park Damansara 里面有一个瀑布公园 我对这一个 Central Park Damansara 开始有别的观点了 第一个就是 你能够买这边的理由就是地点咯 就好像我刚才讲的 他就在那个 LDP 旁边 而且这一边 Damansara Perdana 可以讲是整个 PGA 区里面 很繁华的一个住宅跟商业的低端来的 然后它也算是很靠近 KL 啦 因为通过 Pachata Link 你就可以通回去那个 Jalantuta Jalantinpo 那一带了的 所以 地点来讲 它绝对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加上 这边外面有 串南串西南车 Highway 然后还有 Dash Highway 你可以去 Subang Airport 你可以去 Puchat Alarm 去 Shut Alarm 所以 在这边它可以讲是一个 PGA 版本的 Chaos Central 但是它不是坐火车那一些 Chaos Central 啦 它就是你开车的这一个交通扭曲站这样子的 所以 交通是一个最大的优势啦 然后 第二个会购买的理由呢 所以 你看完这整个视频 我后面我会讲到的 我们去看一下 Suns Gallery 所以 如果你从 OneU Shopping Mall 过来的话啦 你是在 LDP 的路上开着车的 当你的 OneU 是在你的左手边的话呢 你就往前走 然后你就会经过这个 Empire City 先了 然后 去到前面 Before 过那一个去 Desert Park City 去 Seri Damansala 那个 Toe 之前啊 就在左手边罵了 你就看到那个 Seri Damansala 了的 所以 你看这边就是 反正 Spaghetti 样子的 但是 也是一个好事情啦 因为你看啊 这边已经是连接了 除了 LDP 你有 Penchana Link 你有 Dash Highway 这三个主要的 Highway 所以 变成 真的是四通八达啦 如果你要去 KL 的话 你走 Penchana Link 下去 如果你要去 Shark Alarm 去 Subang 机场 就走 Dash Highway LDP 你可以去到 Desert Park 可以去到 Seri Damansala 或者去 PJ 或者去补众 So Influencer 呢 为了要舒缓这边的交通情况呢 其实 发展商也是在这边 会 Propose 了 会开多几个进口啦 那一个进口呢 是直接通去 LDP 啊 通去 Dash Highway 啊 通去 Benchana 啊 然后 它有一条路是直接可以通回进去 Empire City 的 你通回去 Empire City 的过后啦 基本上 你要回去 KL 回去 PJ 还是去别的地方 就可以从那一边去你要去的地方了 这边有 Label 的 Fuliso 就是刚才你有看到的那些已经是完成了的那些 Condor 咯 目前还在 Active 着的 On-Going On-Sale 的就是这三座 今天这一支视频的主题就是第三座的 D Tessera 从那个 PJU 818 进来过后哦 你会先进过 D Erika 先的 然后才来到这个 D Tessera 但是要进来 D Tessera 咧 它不是马上从那边进的 你要从这边 D Erika 这边进口 然后穿过去后面 你才能够回到去 D Tessera 的 For Residence 的 Entrance 啊 所以在这边它的 Residence 跟 Commercial 是完全分开来的啦 在这边整个 Master Plan 里面 它可以讲是大部分是由 Residence 组成的 然后剩下的就是 Commercial 咯 就比如说在 D Erika 前面这边 我们会有一个 Proposed 出来的 250 千方尺的 Retail Mall So 這個 Retail Mall 的概念就是 它主要就是会有那种 Anker Tenant 啊 比如说 Grocery 啊 F&B 啊 便利商店啊等等的这些 主要就是来满足这边居民的日常的生活需求啦 而不是做那种 Ba 型的 Shopping Mall 啊 不是那种啦 So 先讲一讲它这一边的构造啦 它前面它是一个好像很有英式风格的那种建筑构造的样子 它又有两层的那些 Shop Lawn 啊 So 这边主要就是方便这边的人吃东西啊 便利商店啊 Clinic 啊等等的这些生活便利生思 因为这边的地形的关系啦 因为它是在山坡这样子嘛 斜坡这样子的 所以它的 Facility Floor 是在它的 Upper Ground 3 然后它会有 Up to Basement 4 的 Car Park D Tessera 只有一座楼 49层楼包括 Sky Facility 然后总共有 670 亿间 由于D Tessera 建在的环境 它的地形是属于山坡 属于斜坡 所以它的整体的建筑物构造 就会和其它我们所看过的项目会有一点不一样 就比如说这里的 Residence Car Park 是在 Basement 1 去到 Basement 4 然后 Ground Floor 就是那些店铺咯 也就是我们开车经过D Tessera 前面的时候 会看到的那些店铺 那一个就是在 Ground Floor 然后从 Upper Ground 1 去到 Upper Ground 4 的时候 就会有 Residence Car Park Visitor Car Park Retail Car Park Lobby Facility 全部都在这一个范围内 然后从 1 楼到第 48 楼就是住宅单位 第 49 楼就是 Skydeck Facility 这里有 6 家一部电梯 一层楼是 14 间单位 然后来到后面这边 这一只D Tessera 它是整个 Central Park Avan Sara 里面最里面的位置 然后也是最靠近公园的位置 然后它刚好它后面就是 Alfresco Park 就是这整个大公园里面的其中一个部分 So 这一个 Alfresco Park 里面会有这些 好像 Cafe 啊 这种餐厅这样子的 这种户外的 Alfresco 是户外的意思吗 所以你就是可以想象成 哦 我这一个餐厅就是在这个森林的旁边罢了的 然后那个餐厅望出去后面会有这一条河的 这条河也是有它的作用的啦 就是一个防患措施哦 因为 imagine 如果好像不小心有一些石头啊 泥土跌下来 这边就是一个缓冲 所以它这个盒呢 两个功能 美观 还有就是安全 D Tessera 主要有两种房型 千亿方尺的三家一房 或者是千三方尺的四家一房 有四种 Layout Design 也有 Elderly Friendly 的 Design 很不幸的 我在做这支视频的当天呢 就刚好遇到两件 Show Unit 都在做着装修 所以就没有办法给你们做这一个 呃 示范单位的 Tour 啦 等到这两件示范单位装修好后 我再补上一支新的 Video 给你们看啦 Centrop 啊 Damansara 里面其中一个元素就是它自己本身的 一个十个Aggers 的公园 它这一个公园哦 本身是从D Clover 的那个路口那边开始 它就是沿着这个山地那边做了一个公园来的 蛮特别啦 这边一进来呢 你就会进来这个我们叫做 Hill Park 大部分的那一些休闲活动啊 比如说 Jogging Track 啊 游乐场啊等等啊 大部分都会集中在这个 Hill Park 里面的 这一个 Hill Park 你就会看到它旁边会有一条河咯 这条河咯 主要也是因为安全防范措施啦 这个是人造河来的 原本是没有这个河的 中间会有一个 其实是一个天然的瀑布来的 它是什么时候出现 就是看天气啦 下雨的时候会出现的啦 这个是肯定的 因为我曾经有下雨天的时候 我真的是有来拍过 然后这一个河上面哦 就是D Clover D Terra D Tensera 了啦 这边呢他们叫做 Al Fresco Retail Park 主要是以餐厅为主啦 所以如果你住在这三个 Block 哦 你一下来出来就是这个 Retail 了啦 这一个 Retail 后面哦 它还是有那个人行道的 你看这个人行道哦 你就是可以望到下去 有一条河 然后看到那个山 看到那个森林 所以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环境来的啦 而且不要忘记这边是 PJ 哦 不是鸟不生蛋的地方来的 所以走到维维下去的时候呢 就来到最后一个部分了啦 这就是 Sanctuary Park 这边是大多是以有很多水池为主的一个公园啦 基本上它就是有这个好像跑步道那样子 如果住在这边是真的很舒服啦 因为 Imagine 一下 如果我是住在 PJ 在 PJ 上班 然后工作了整天 工作了整个星期很累 我想要找一个地方休息 我家外面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环境了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绿色环境 这种休闲的环境的话 这个是可以讲是 PJ 唯一一个有的啦 就好像我开始有讲到的啦 其实 Central Park Damansara 对我而言哦 这个瀑布公园 不是我最关注的亮点 或者是 Selling Point 对我而来讲啊 这边的 Late-L Design 才是真正吸引到我的地方 也就是我接下来要讲 我会购买这里的第二个的原因 因为拿我自己来讲的话啦 我两公婆然后我两个孩子 这样假设真的有一天我们要搬出来住的话 就变成我需要找一间 差不多跟我现在住着的牌屋来替代 加上如果我又要在 PJ 找的话 可能我就会去看爽成牌屋咯 但是找爽成牌屋的话啦 我第一个会考量的东西就是这边的屋林 他们的房林这边好歹也是有着三十年或以上的啦 然后我第一个会想到的东西就是 我需要花多少钱去还原这一间屋子的状况 但是在这边它就能够给到我这样的东西啦 因为这边有四间房啦 然后它又是一个全新的单位 所以屋子的状况我是不用担心的啦 然后房间空间就给到我这样的东西 你这样子Imagine咯 两公婆睡一间头房 然后两个孩子各自哪一间房 他们会长大的吗 也是会有这些生活空间 然后再加上还有最后一间房 可以成为他们的play room啊 study room啊 还有各种各样不同 function 的房间 又或者是成为 guest room 又或者是我们不小心生多一个出来的话 诶我至少还有一间房间stand by 所以这边完完全全是符合到 好像我这样子的年龄层 这样子的家庭的构造的人的要求咯 如果你也是在找着这类型的房子 需要有空间的需要多房间的 不妨打我这一个热线 联络我我向你一些资料 安排来看一下这一个示范单位 自己来体验一下 我也顺便来跟你讲 这边整个大环境是有几适合拿来住的 所以喜欢这一支影片的 记得按赞分享出去 然后记得subscribe 我的YouTube Channel Like 我的Facebook Page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